怎樣九堂可以完成這個五級 兼Distinction 都有點神奇的 我好像問你 是不是要一年 我沒想過這麼快 九堂會不會太辛苦 他不是練琴彈琴嗎? 是啊 他已經解決了重點 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他已經搶了一對白 練琴和彈琴是兩回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Toto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麻煩讚好 訂閱和分享 如果不是的話 來吧 欣賞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名門音樂 我是全老師 過往我訪問了幼稚園中小學的學生 今天邀請到我的學生 Jovian 來研究一下 怎樣九堂可以完成這個五級 兼Distinction 你是其中一位看Youtube 然後來這裡學琴的學生 平時網上的觀眾 看完我們Youtube的影片 一定會問他是不是天才 或者他一定是很有天分 所以他幾年就考上演奏級 當然現在沒有練琴的學生 如果我想高分是沒有可能的 要強調其實有效的練琴方法 才可以進步得這麼快 並非在家裡整首四面 然後就會得到高分 我先問問你 你平時小時候學過鋼琴 之後就停了 什麼時候開始你 就是碰到鋼琴呢 疫情之前 已經是 疫情之前 斷斷續續學了 年齡多一點 中間經歷了多少個老師 又摸一下這樣嗎 可能實際可能三個 三 一年就三個 一個 兩個 兩個 差不多 兩至三個 有一些 可能有 剛剛開始pick up的時候 就是 試了很短 一兩個月的平民 開始找第二個 在家裡學的 然後 耐一點的 period 但是因為家裡有些時間 平時停了 之後就有些時間 又轉了 又出去學的 這樣 那在網上 你看到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嗯 都有點神奇的 從網上看到 Youtube片 看到一些學生的進步 我們來了這裡上課 第一次上課的印象是怎樣的 首先有 首先有 然後上課 然後就叫美麗 都 彈一下歌 然後就 讓你們 except 第一課 interview 基本上我每一次 新的學生做interview 基本上一定要彈一下歌 彈一下歌 彈一下歌的同時 看看他的能力 譬如說他的力量 可以彈到多大聲 然後手可以抹到多大 因為可能女生的手比較小 有時可能只是一個百度都未到 所以這些都要計算 怎樣往後怎樣考試 都要運用出來 我記得第一課 基本上我聽彈琴 有一個file 我file裡面裝了差不多 我想十首歌都有 然後一邊聽 每首都未彈 手一手都碰到一兩頁 我只聽了五六首 都有五六首 然後我覺得目標太散了 所以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我們應該 我好像跟你說過 我們應該有一個短期的目標 然後有一個long term的目標 短期目標 我就是設定為五級開始 那我第一課 你聽完之後覺得怎樣 那都是我的目標來的 不過我就沒想過這麼快 所以我也是想著 現在開始繼續學習 都是考五級的 但我好像問你 是不是要一年 是 是 當初因為大家都不太熟 因為第一次見面 基本上樣子又這麼小 然後又有一個這麼瘋的老師 我去逗 你不要那麼瘋了 一來到就說 開個五級 我記得第一次跟你說 六個課之後 其實你有一點騰騰的 可以不可以 要不要再裝備一下 或者基本功要練多一點 才上到五級 這樣會不會出事 覺得是這樣 跟著完之後 當然都給了一些信心 就是 信不得了 應該可以的 我們試一下這樣走下去 我們是五月十號上第一課 這條片是八月四號拍的 一課的interview 加九課的鋼琴 就完整個process了 這九課會不會太辛苦 因為看片的人永遠都會覺得 他們一定是很有天分 或者隨便練幾夜就很高分 你覺得這次看過程 會不會太辛苦 當然一定要勤勵 其實我覺得過程 都是錄音那一下 要克服緊張 其餘的時間 有時可能是平時的表現 會比錄音那一下好 選歌方面 基本上五級歌 我都幫學生選好了 哪些最容易的 就是去選 因為通常我都跟你們說 分量方面 考試還是考試 演奏還是演奏 那考試呢 最好選一些容易的歌 然後扣分位比較少 例如說 如果你選了Grey Fart 那首C3 那首三點字 是很多三連音 基本上 如果喜歡 但是走去選 是很容易扣分的 但是演奏不同 演奏我們每一年都有concert 基本上 我都鼓勵學生 你選一些你真的喜歡 可能你會覺得有點難 但是你都會放膽 給你們去追 所以分開兩個路線 考試應該要穩陣和安全 幾個月 五月到八月 你練琴的習慣是怎樣的 都會抽回你的 我拆散分段來練 不像以前一樣 經常由頭彈一次 我都會由頭彈一次 但是就先練了一些重點 然後拆回一起彈一次 就是讓它順滅 就是抽了一些最弱的地方 就是練琴和彈一次 那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他已經搶光了對白 因為每一個學生 如果不阻止他 通常回家就會 整首整首練 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練琴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通常都會 就是通常都會 他已經解決到所有重點 就是練琴和彈琴是兩回事 你家裡自己不停彈 是不會有進步的 你練琴是抽了你一些 最不想彈的東西出來 只是練死了弱點 那才可以被人扣少些分 你是一個星期中幾天呢 就是未必 有時未必會練得到 因為有時也會忙 那就 menimum 都會有三天 那麼少嗎 我現在才知道 我以為你都應該有五六天 五至六其實基本有 但如果真的是很忙 如果沒有時間 那就總共有三至四 五至六 對 很少三天 會有上落 有的 為何這次想訪問大人版呢 就因為大人當然和小朋友不同 小朋友放學時間很固定 哪一日補習 哪一日要練琴幾點 但大人上有父母下 就有自己小朋友 是很難的 這三個月 有四首歌 那怎樣配合他們呢 嗯 所以早上有時有些空間 可以 是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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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anytime 我晚上可能會 假裝會彈一下 是 因為始終不是 我不是小朋友 可以有固定的時間 我很多事情要彈性處理 那我就要自己節時間給自己 如果在家裡遇到一些 彈來彈去都不可以的地方 那怎樣呢 那些瓶頸位是怎樣的 那些瓶頸位是怎樣的 又是 這個 這個跟上集一樣 真的 瓶頸位 那自己會先研究一下 有時呢 都會 試一下上網 聽一下一些 例子 都會 那當然我都會 選擇 看你有沒有彈過 你沒有彈過 找一些彈得好些 好的 自辦 了解一下結構 然後就試一下 可能不可以 就回來 Grade 5 本身我自己的計劃 A就彈A1 但祝勤是A2 那B 基本上 每個人都接受我的意見 都是彈B10 因為B10是最容易的 然後C 就是Changing Times 有彈 然後 我們找到額外一首歌 那那一首歌呢 他基本上 給我預期中的錢 就是 你找了一首A10的 《Love Film》 那首歌 都是最高分的 其中一首 應該是26、27、28 沒錯 《Love Film》也是最高分的一首 那我們今天就 看看AZOFIAN的考試片 《EVM》 我已經看著 《E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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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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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